高中模擬考英文測驗 搶分關鍵 作文占比20分 但卻被師大附中學生發現 分數高低不是看文法架構 竟然是用行數來算 蠻誇張的 這是沒有保障 改考卷很敷衍 其實我們老師前面就有選擇 就是外面的廠商會亂改 隨便批改 間接影響學生作答心情 英文作文模擬考通常規定文長 至少120個單詞 但就有學生分析 有人寫了十四行 拿到七分 另外一人寫了二十八行 得十四分 寫滿滿一頁 三十四行就有十七分 學生推敲出 作文得分 是行數除以二的規律 一般至少有十九個人出現這個狀況 其實昨天我們連國寫 都要求廠商全部收回去重新檢視 在台北市或全國其實都做蠻久 那他們這個約一次 大概就是三年會訂一次合約 一共有十個班級出現 行數除以二得分法 最後九百多份考卷廠商全部回收 重新批閱 學生花錢參與模擬考 過去都是由校內老師批改 師大附中原本美意 讓校外不同老師批閱 增加考試臨場感 沒想到引發爭議 委外廠商表示 除了師大附中 該位評分教師 還處理其他學校一共一千五百份考卷 也會一併重審 離學測前只剩一次模擬考 師大附中改回校內老師批改 學生這回作答得言之有物 別傻傻拼行數 三雄高官宣載安保台北報導 九百多份考協 五百多 Charles 二十 二十 三十 四十